公元1279年,崖山海战爆发,南宋的统治已经走到尽头,宰相陆秀夫背起八岁的小皇帝一脸悲怅地道,国士已然一败涂地,陛下应该殉国,不能再受当年之辱。 小皇帝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,我年龄虽小也致荣辱,成相若死,那我也不独生。 此刻,他稚嫩地脸上写满了坚定,丝毫没有畏惧的神色,陆秀夫见状一时泪如雨下,上天给了南宋一个明世里的君主,可惜此时南宋的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之际,即使是再英明的君主也回天乏术,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 这位即将英勇就义的小皇帝名叫赵炳,是宋杜宗赵姬的第三子,从小就聪明懂事明世里,他的哥哥宋端宗病逝时,南宋群臣以人心涣散,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,群臣打算收拾东西各奔前程。 在这种情况下,赵炳并没有表现得慌乱,而是偷偷地拉了拉陆秀夫的衣袖,陆秀夫急忙向底下的大臣们表示,有些君主呢,靠着一成一军就能够得到天下,而如今大宋不仅有数万精兵,且还有文武百官,那为什么不选择拥立赵炳为帝王,去恢复大宋的万里江山呢? 这番话说出来,也让群臣是十分感动,于是纷纷拥立赵炳为帝。 虽然他只有八岁,但好歹又有帝王了,赵炳登上地位以后,便将陆秀夫封为了宰相,又封张世杰为疏密副使。 后在蒙古铁骑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下,张世杰只好带着赵炳以及十几万军民躲到崖山附近的水域。 谁曾想,蒙古铁骑仍旧穷追不舍。 此时的张世杰意识到一直跑下去呢,也不是办法,于是便用铁链将一千多条船锁在一起,并下令将岸上所有的房屋都烧毁,所有军民一起登船逃到海上去。 当时军中有人极力反对这种做法,认为这样无异于自断后路,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占据入海口,那样呢,就算是最终战争失败了,也还有退路可以走。 只是,当时张世杰心已决并没有听取意见。 公元1279年1月,蒙古将领张洪范带领水军去到了崖山,紧接着便派兵封锁了入海口。 一时之间在崖山海域的南宋小超廷就成了囊中之物。 面对宋军的阵型,张洪范也表示不理解,宋军本有机会占领有利地形,但他们却并没有那样做,而是选择了较为危险的一种方式。 究竟是还有其他的计谋呢?还是因为走投无路,所以想置之死地而后生? 不过,张洪范也已经想到了对付宋军的办法,他模仿当年周瑜打操操的方式,直接向宋军发起了火攻。 援军来势汹汹,宋军已无退路,此时的张世杰又会怎么做呢? 事实上,张世杰想到了援军可能会用火攻,所以他早就在船体上抹了层厚厚的黄泥,火攻根本没办法。 援军一顿猛攻,结果不仅没有伤到船上的军民捕术,还让自己死伤惨重,吃了个大亏。 此时的张洪范也意识到宋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,不过,既然猛攻没有用, 那就和他们死号啊。 于是张洪范便派人去夺取了宋军的淡水源,这一举动可谓是断了宋军的命脉啊,毕竟人哪能离得了水呢? 一开始宋军还能忍,但后期就有很多人忍不住了,甚至有人因为过于口渴而去喝海水,但未经处理的海水只会越喝越渴。 没过多久,宋军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 这是张世杰一开始没有考虑到的,看着上途下下的宋军他也有些慌了,而张洪范也感觉到了宋军的慌乱。 他趁机派张世杰的外上一连三次去劝张世杰投降,但张世杰呢都不为所动。 他表示自己知道投降后定会有享知不尽的荣华富贵,但还有很多东西是比这些身外之物更重要的。 他早已下定决心要誓死保卫小皇帝。 张洪范见打亲情牌没用,就派文天祥写信招降。 文天祥自然也是不会答应的,他大骂着表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父母就算了,难道还要教别人去背叛自己的父母吗? 文天祥的言论激怒了张洪范,他用死亡去威胁文天祥。 只是文天祥早已誓死如归,他一手过灵丁羊表明了自己的心意,将南宋文人的风骨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公元1279年2月6日,看着涨潮的海水,张洪范做了个决定,他打算亲自领兵进宫。 当然了,直接发起猛攻也是不可行的,于是他在进攻之前耍了一个小计谋。 他让手底下的士兵大肆奏乐,营造出一种援军正在喝酒聚会的氛围来,从而达到让宋军放松警惕的目的。 这招确实非常有用,在听到援军营中传出来的音乐声后,长时间精神紧绷的宋军放松了不少。 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休息一天,殊不知他们离死亡已经越来越近了。 不过片刻的功夫后,张洪范便带着援军从四面八方,朝宋军发起了猛攻。 早已放松警惕的宋军防范不及,一下子就损失了七艘大船。 原本摆好的阵型顿时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,援军从那个缺口中长驱直入,朝着小皇帝赵炳的船只杀了过去。 宋军被杀得错不及防,眼看小皇帝危在旦夕,张世杰连忙派人前去营救赵炳。 而此时的小皇帝在干什么呢? 他被宰相陆秀夫保护着张世杰派的人到小皇帝面前。 陆秀夫看着那一张张生面孔,担心又是援军的诡计,于是拒绝将照片交给他们。 就在两群人僵持之际,援军的大船已经越来越近了。 陆秀夫知道南宋大师已去,他们君臣二人再也没有逃走的希望了。 想起昔日的靖康之耻,为避免自己的妻女受他人之辱,他先是逼自己的家人投海自尽,然后又痛哭流涕地向赵炳表示。 现如今已经是国破山河岁,身为皇帝的赵炳,应该以身殉国才是,不能再像当年的北宋皇帝一样受辱。 赵炳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,年幼的他早就明白有些东西那是比生死更重要的。 与其苟活成为后世眼中的校名,还不如英勇就义。 他哭着对陆秀夫说道,自己虽然年纪小,但也明白什么是荣辱。 南宋亡了,他苟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? 他将大宋的传国玉玺绑在腰间,然后和陆秀夫一起纵身跳入大海。 许多众臣追随其后,南宋的军民看到这一幕,也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亡了。 但即便如此,他们仍然不愿屈服于蒙古。 于是,他们有的选择同小皇帝一样跳海,有的选择拔刀自闻, 还有的选择和援军殊死搏斗,流进自己的最后一滴血。 总而言之,南宋的子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爱。 而海上那十万多的浮尸,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另一边的张世杰虽然没有看到小皇帝跳海的场景, 但也明白,此番照兵定是凶多吉少,只好率军保护着杨太妃突围。 几天后,小皇帝的死讯传到了张世杰这边, 得知消息的杨太妃亦是悲痛欲绝。 趁张世杰不注意时跳入海中, 此时的肇事皇室已寥寥无几。 张世杰在海上为杨太妃举行了葬礼, 然后也准备以身殉国。 当时军中有人劝他等上岸了再做打算, 但张世杰深知即使上岸了, 也只能沦为别人的阶下囚。 心灰意冷的他, 最终也跃入冰冷的海水之中, 因此在平张山下, 至此大宋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